如果你平常是用粉柄化妆的人的话呢 你的补妆程序会跟用粉底液化妆的人不太一样哦 因为用粉柄化妆的人 你是用大量的粉状的浓缩物放在脸上 所以脸上的粉会比较重 所以当你的妆补掉或去出油的时候呢 这些粉就会跟你的油融合在一起 如果你马上吸油的话 吸油面纸会吸掉你局部的油纸 可是粉体它会留在局部的地方 就会变成一块一块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粉柄化妆的女生 而且你到下午出油了 赶快把你的粉柄里面的粉布拿出来 通常我们一面是会有粉 用另外一面比较干净的地方 还不要用西油面纸 直接用干净的粉布 把整个壶妆的地方推开来 记得一定要由上往下 顺着你的毛孔生长的方向 把妆推开来 千万不要由下往上推 因为由下往上推会把你毛孔 推进去粉了 所以你怎么补都会觉得 你的毛孔会有一颗一颗的颗粒状 会不均匀 所以由上往下把它推开来 因为我们的毛孔 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它会微微的往下 所以呢 我们就顺着它 把糊掉的妆都推掉 推掉之后呢 我们再用西油面纸 轻轻的把油按压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在推的过程里面 就可以把脸上的油脂 跟你脸上可能残留的 粉饼里面的粉体 融合在一起 很均匀的推开之后 这时候我们再用西油面纸 把油吸掉 你就不会担心 它会有一块一块糊掉的痕迹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粉饼 很快速的按压补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 跟早上出门一样 干净的底妆了